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球迷认为法国队随败游荣 比赛很精彩 涉足冠军战法国队进球的这一刻 巴黎的球迷欢声雷动 从室内到室外开翻动起来 巴黎详系大道凯旋门现场即使气温只有摄氏一度 一度飘起寒雨 手机收讯也不佳 人聚集大批法国球迷激动的唱起国歌 放鞭炮 不少观光客也一起为法国队加油 法国队在卡达市族冠军战力拼阿根廷 正规比赛结束前十分钟 连进两球追平 延场赛也再度追平 比赛过程紧张刺激 球迷心情犹如坐营销飞车 最后PK大战 阿根廷以4比2取胜 法国坑败为以梦穗 法国球迷难以失落 也有人楼下不干与不舍未水 上前大道上球迷人潮健健三 巴黎警方后来也出动 不让人群过度聚集 尽管法国队和大力金杯实之交臂 但是冠军战对决精彩 法国队展现奋战到底的顽抗意志 因此球迷心情不算太坏 巴黎地铁上大家回程一同高歌 彼此安慰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巴黎报道 今年是梅西最后一年提世界杯 他率领阿根廷击败法国夺冠 如愿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 实现捧起大力金杯的梦想 有好多球迷都替他感到开心 直呼这是梅西最佳的告别礼物 来看来自新加坡特派员的报道 卡达世界杯足球赛上演精彩绝伦的冠军战 新加坡体育城免费开放球赛转播 上千人齐聚见证阿根廷击败法国夺下金杯 许多球迷为阿根廷队长梅西欢呼 之前所有的比赛所有的势力都是为了这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太激动了真的太激动了 就是想趁梅西最后一年的Walkup 来体验一下大家一起庆祝那种过程 那种兴奋那种心情 四年一度的氏族掀起全球热潮 球迷部分昼夜追比赛享受足球场的热解气氛 阿根廷魁回36年夺下队史第三冠 35岁的梅西第五度扣翻世界杯 最后一舞画下完美据点 撼动人心的经典场面 带给球迷满满感动 张氏记者侯姿营新加坡报道 许多没踢进世界杯的国家也很关注冠军战 中国球迷也在酒吧餐厅观看比赛 他们分析中国踢不进世界杯是有原因的 家长注重课业而不是运动 也缺乏良好的训练系统 很难养成足球文化 结构和体制面的问题 阻碍了优秀足球员的孕育道路 上海市餐厅在世界杯赛事期间拉起大一幕 提供客人一边用餐一边看球 一起感受球赛热闹氛围 日本队在卡达世界杯 赢了德国西班牙等传统强队 韩国队在小组赛胜葡萄牙队后晋级 媒体纷纷以暴冷来形容赛事结果 却让许多中国人问 他们可以中国人为什么不行 他们踢不进去已经时间 对我来说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了 然后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特别是中国 从小的一个教育理念可能就是读书 包括家长的一些教育理念来说 他们也不是很赞成 中国球迷认为其他欧美或是亚洲国家 体制有利于促进体育发展 在中国最看重的是读书学习 虽然说德制体要全面发展 可是体没有完善的体制去鼓励 缺乏良好清讯系统等 难以养成足球文化结构 体制问题阻碍了优秀足球员的孕育道路 中央世界李亚文 上海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德国柏林有座号称全球最大的圆柱形水族箱 十几年来一直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最近却突然爆裂 上百万公升的水还有1500只热带鱼 从酒店中庭冲向街道 现场一片狼藉 消防队员最后只救回数十条鱼 现在动保人士打算控告经营者 德国柏林立身酒店前满目疮痍 消防队员忙进忙出救援 他们救的不只是人还有鱼 酒店内的阿跨洞水族箱高约15公尺 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式圆柱形水族箱 装有100万公升的海水及1500只热带鱼 游客可以透过透明电梯近距离欣赏鱼群 2004年启用以来 一直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日前却突然发生爆裂 瞬间玻璃碎片四散 水族箱内的水大量涌出 从酒店中庭流向街道 现场一片狼藉 有两人因为爆裂的玻璃碎片受到轻伤 消防员在积水中只救回了数十条鱼 根据酒店客人表示 事情发生在清晨5点50分左右 他们听到一声巨响伴随着摇晃后惊醒 感觉就像经历了一次地震 柏林市长吉费表示 还好事故发生在清晨 水族箱周围人不多 消防队员积极收拾善后 客人也已安排离开酒店 警方表示 目前水族箱炸裂的原因仍然不明 也没有发现水族箱遭到蓄意暴力破坏的痕迹 猜测可能与近日柏林气温骤降有关 庄社综合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最近举行冬季毕业典礼 台湾同婚法起草人林云贤货班节出国际校友奖 肯定他在推动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上面扮演重要角色 林云贤也希望把这个奖项献给台湾 期许台湾继续为人权奋战 美国加大伯克莱分校冬季毕业典礼上 校长克里斯特向全场介绍 台湾同婚法起草人林云贤货班节出国际校友奖 表扬他在推动台湾成为同婚合法化的国家上扮演重要角色 林云贤上台这次是一起学生时期受到某校和指导教授的启发 从而研究同婚立法 更没想到台湾有一天会通过同婚 而他还是法案的起草人 台湾 became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hat legalized same-sex marriage and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it all started here at UC Berkeley 20 years ago when I was an LLM student in Berkeley law 林云贤也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与台下听众分享台湾同婚立法过程 及社会氛围变化 指出同婚法案在立法之初抗议声浪不断 支持民众不到四成 如今在法案通过三年后 已有超过六成的人支持同婚 林云贤强调他始终坚信 立法不只该反映现况 更应该走在现况之前 同时把这份殊荣献给台湾 期许台湾能持续为维护人权奋战 典礼上研究生和大学生穿着黑色学士袍 带上代表伯克莱的蓝色披肩 享受人生的灿烂时光 而林云贤也是继前中研院院长黎远哲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后 第三位获得加大伯克莱分校 结出国际校友奖的台湾校友 也是台湾第一位女性获奖者 庄社姐张星渝就近宣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